歡迎大家收看大明大放 內地房地產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今天我的嘉賓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中原地產創辦人師兄 大家好 內地房地產令很多人很受影響 你怎麼看呢 他過去扮演的角色是這麼重要 現在他的角色可能國家政策上要轉變 變成以前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他現在一變當然也會影響了很多人 因為房地產影響建築業、代理生意、廣告宣傳 很多東西 他們覺得自己好像窮了 有時候在銀行的 但銀行的增長很慢 但樓價的起跌是幅度很大 影響很大 所以他們可能消費意欲 投資能力都受影響 所以房地產是整個關係到整個經濟 整個民生 所以影響更大 但是每個人都很關注 連外國都很關注 都是想說你中國這次爆炸了 你看看如何收場 很多人都在看著 從你這麼久的經驗 這次是否疫情 或者泡沫實在太大 以前是實在升得太高 或者一些地產商過度膨脹 過度發展 又借貸過高 令到這個泡沫突然不破壞 因素是很多方面的 其實我很支持房住不炒 這是理念 不過是要10年前就落實 現在再落實就遲些 因為中國房地產後期出現的問題 就是發展過度 建出來的樓已經超越了住的需要 OK 供過於求 供過於求 你去一些以三線城市 建出來的新樓一動一動 晚上沒有燈火 這些樓建的時候 對經濟有好處 因為建的時候 鋼材、水泥 賣得出 農民工有公開 代理有生意做 皆大歡喜 但問題是建出來 資金紮死了 社會上要有些資金不斷流通 沒得流通 你就經濟不動 那你現在放進去 生產的時候 GDP增長 生產後 就困死了 不資金 你租不出 你就沒有經常性回報 賣出去 人家也有兩三間在手 各個手上是樓多、淺少 那時候你不跌也不行 最初的時候 大家是錢多、淺少 一起去買 你買我又追 價錢都上升 大家就很開心 租不出都覺得自己發了 因為樓價升了 現在國家想撥亂反正 認為你的樓 不應該賣給投資者、投機者 等於香港有辣椒 以前的樓市是三隻手托著 用家又托 投資者又托 投機者又托 幾方托著 因為你只賺兩隻 或者一隻就托得很辛苦 所以現在 你不讓投資者進來 不讓投機者進來 獨力難支 所以樓價又回落 所以 房住不炒的政策 現在 如果是嚴格執行 根本 你這些樓起出來 就不能消化 現在 要救回這些被困死的資金 最好是用社會上一些 閒置的資金去救 叫銀行去救 累死銀行 企業自己也困死 企業有錢才能經濟活動 起碼也要釋放被困死的錢 在我來說 當然不是一個國家的政策 我說要利用市場的限制資金 不只是用家的資金 這樣就容易周轉一點 但是是否 例如企業 政府的錢 限制資金 其實說來說去 第一 你要增加需求才行 最好是用光需 最好是用家 住的人的需求 但是住的人的需求 有些已經投資了 你說又用一些 不只一間樓 已經有了樓 但是他還是想投那些人的錢 去換回企業的錢 銀行的錢出來 但譬如我現在看那些 譬如有多大的地產公司 欠債是天文數字 那怎麼辦呢 其實 為甚麼會欠債累累呢 就是他之前的發展策略 或者是當時的社會 一個現象 就是樓價不斷上升 永遠上升 樓價上升的時候 地價升得比樓價更快 所以哪些公司賺錢 就是拼命去拿地 增加自己的借錢 買地 他們為了買地 三招齊用 第一招是在金融市場拿錢 即是股權融資 債權融資 這些是正路一點 接著他研究 就將別人下地買樓 應該Stakehold 香港Stakehold在律師樓 大陸也應該Stakehold在銀行 他不知道用甚麼方式 就偷雞騙了銀行也好 和銀行職員 無論如何 他就可以拿了別人買樓的錢 大陸叫專款專用 應該你這層 這個項目賣出的錢 就要拿來蓋這個項目的建築費 他就拿去賣樓 另外 還拿甚麼錢呢 就跟中原做生意 叫中原賣樓 中原賣樓要收勇 他就拖著 他就拿去賣樓 又拿去賣樓 是 建築商 蓋樓的錢 又拿去賣樓 鋼材 冷氣 甚麼錢都拿去賣樓 所以那些電器公司又被雷死 建築公司又被雷死 代理公司被雷死 那四成是拖欠合約 那這時候怎樣解決呢 那樓又賣不去 正如你所說 每個人都有樓 或者有樓都收不到 那是否政府要放大陸的錢 不過現在好像他以前 待了那些都要吐出來 因為如果他是一個正當做生意 那就沒理由叫吐 有限公司 我出了一本 但他以前很多操作都不正規 所以就要他個人負責吐出來 我認為都不為過 現在說九、金、十、銀 你怎樣看呢 金、九、銀、實 金、九、銀 金、九、銀是大陸地產界一貫的說法 九月、十月份是全年十二個月 最好的月份 九月最好是金 十月第二號是銀 過去都有 這是一年中的小周期 通常原因是八月份是暑假 大家出外旅遊 暑假一家大債出去旅遊 以及特別長的假期 替樓活動、買賣都少在那個月份 這個真的 以前一直都是這樣的 在內地有這樣的情況 香港就不算很明顯 但是過了時間都會旺下 所以大家想著九月會好一點 今年人們的寄望更加大 因為今年的市場 不是只有八月份剩 其實是五、六、七、八 都剩 剩了這麼久 當然有些積累 預期在這段日子會展露出來 所以你看這兩天的地產股 即是內房股 都炒得飛起 都升了幾兩成 師兄,先談到這裡 休息回來,繼續談下去 好,來吧 嘉嘉,你是不是不舒服 看見他刺得很嚴重 我不知道為何是哮喘 騎淡火火焰 煩了這些人 還有很大臉 來到香港後,蚊鼻舞 我從來都沒有看過身杖的感情 碰一碰,花生杖的嘴唇 已經可以基本收窄 他永遠都吃不到西都市 要走花生的一片 到地的超級茶成軒 我上身體健康 今晚8時半,ViuTV 易燒化,易吸收 由內建人,貪索無限 荷蘭美蘇佳儀錦葬 持續有觸電 火燒 針吉的感覺 這些都可能是神經受損的徵狀 每天服食內落必安 先食紅盒可以幫助改善徵狀 再食藍盒,根源修復神經 修復神經要趁早 Neurobeyond,內落必安 獎項給了我鼓勵 也帶給我和我家人喜悅 黃月的味道 總會令家人想起幸福 味道要分享,回味再欣賞 黃月將味道帶回家 媽媽,你們回來了嗎? 可以擁有健康,都是一種幸福 如果能夠分享這份幸福給有需要的人 生命就更有意義 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的名冊 登記捐贈器官的意願 將意願告訴家人 鼓勵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贈 言諒更多人的生命 傳播希望,溫暖人間 馬上上co.dr.gov.hk登記吧 這個畫面很溫馨 6 救救師傅 是沒有芝士版的 我們為你健康著想的 救師傅 夠了… 坦白說,你這些就有型了 這樣30秒就完成了 走,快點走 孫悟空也不是很厲害 四個人互相幫助 但你只有三個人 不是,要先喝一口 Naman730,坤修斗 正期一晚7時半,ViuTV 我以前那份量都是買衣服 全部? 因為我設定了一個條例給自己 一個月內我不可以重複那套衣服 來報新聞 因為我怕觀眾看得悶 是嗎 我家裡收集了很多柴犬的玩偶 柴犬貼紙,我也買了回來 全部都是源於認識你現在的老公 對 她的樣子好像… 對,我從頭到尾都是那個老公 馬翠讓我一次買夠 星期一晚11時半,ViuTV 你夠了嗎?你這麼大吃 好吃 鮑魚絲的好東西 精華的味道 越咬越香越好吃 天蝦? 對 你真的沒有經驗 多吃10件也不會覺得肥 減肥,下肥 健康,高纖 裡面有很多水分嗎? 很棒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大明大方 今天我們嘉賓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施永青先生 師兄,剛才說到拖欠佣金 各樣東西 其實真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是很大的 譬如某大集團都欠債4萬億 當年,記不記得 溫家寶 舊市,整個中國都是4萬多億 那真是怎樣解決呢? 拖欠你這麼多佣金又怎樣解決呢? 我自己覺得 應該有針對性的政策 去處理房地產問題 你等它吐下去 做大教師 敗佈腐爛 影響整個經濟健康 我自己覺得 可以參考一下香港當時的宣九礁 香港也試過1997年立時 都變化負資產 有同宿 宣九礁的做法 其實是 一,就是減少供應 它就停止賣地 政府不賣 第一年就停了 以後你要賣都要由地產商去勾 真正有需要先 免得政府一邊推倒的事 但大陸現在地方政府 還拼命想賣地 你還推出一些 之前那些都未消化了 現在還推出對解決問題沒有處 所以一定要減少供應 另外就需求要開放 行購、行貸等 就要減少 現在開始放了 放了那些應防、不應貸 但是這個只是行購的一個部分釋放 行購的意思就是 你不是本城市的居民 沒有戶籍 不准買 沒錯 你想買 沒得商量 都只能夠買一間 買第二間就沒有優惠 要高一點首富 又沒有利息 利息又高 甚至不允許你買都可以 現在就是 你如果以前買過 借過錢 都不允許賣 以前有貸款紀錄 你也不允許賣 我賣了一層樓了 所以他又承認你房 又承認你貸 你貸過都當你破了儲務 現在 如果以前有貸款 樓賣了 你可以再買第二間 即不用承認 可以買第二間 這叫增加需求 所以當時香港也增加需求 又有稅務優惠 供樓可以退稅 政府公務員 醫管局、醫生 很多都可以用房瓶去買樓 製造需求 另外也要鼓勵投資 香港撤銷了租務條例 以前加租有限制要去仲裁 孫九招一次過放了 保護業主多於保護租客 大陸都是保護租客多的 這些是否做了 只是方向可以參考 有利於市場自己去調節 另外政府 反正都要建保障房 微利房 你不要建 在市場地產商賣不出的 你收一些回來 當然不是高價跟他們收購 黑他一半 建築費也不夠 政府起碼省建築費 但他們多少收回一些錢 還給別人 欠我的錢 還一半也好 那些佣金怎麼搞呢 現在我打官司也沒用 打贏了 甚至有些 我都手腳快封鎖了銀行戶口 但政府跟我說 他要補交樓 錢給他起樓 給老百姓買一間樓也能住 你們遲些 我說我的都是老百姓 我的員工都是老百姓 他們很久收不到勇 因為我們的底薪小保養 很難生存 所以他們有些都失去了理性 衝上來公司 又吵影響我們工作 但政府基本上覺得 這些是勞之糾紛 他都不會偏幫邊邊 譬如你從整個中原 在國內的發展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是不是有所調整 這些是過去的事情 已經發生了 只能去面對 最重要是眼前 眼前我預期的市道是會收縮的 即是開發商高速成長的日子 過了去 以後每年的一手新盤 一定開小很多 我的規模都要減少 實際上這段時間 跟房地產有關的規模都減少 大國 你是個竅王 現在香港政府要搞活了夜市 有甚麼好竅 搞活的夜市 我自己認為香港接下來 是消費城市的比重 越來越高 香港以前 在實體經濟、金融經濟都扮演很多角色 進出口、實體經濟、股市、債市、金融經濟 香港都扮演很多角色 但由於國際政治因素 即是進出口和金融 多少都受到制約 我們可以扮演的角色 減少 香港將來做甚麼呢 有甚麼補充呢 一個就是消費 等外面的人來消費 香港很棒的 另外香港自己人都要消費 香港人很多錢 我印象中 我們銀行有十幾萬億的存款 以前我記得九七年時 只有四萬億左右 現在多了 這麼多 拿出來洗的市道很興旺 所以香港本地人要洗 外來人也要洗 那怎樣洗呢 24小時也要洗 就要多洗一些 又洗又洗 所以想辦法搞好夜市 那怎樣搞呢 大家都有很多想法 那是不是 有人說開回大達地 又花不了太多錢 大達地 又說海軍公園 又搶了別人的生意 人家本來去Find Dining 你去大達地吃布仔飯 這樣就賺少了 還有那些做開的 覺得你去那裡低租 我租這麼貴租 沒錯 我認為經濟不好的時候 才搞大達地 現在搞大達地 你失業率這麼低 你找誰去搞 政府要請明星去辦事 即是棄子去辦事 就不是真是那些人賣功夫 賣高藥那些 沒有人做 不如我們有一條這麼漂亮的海賓長廊 那裡可以像外國一樣 整晚都熱鬧 這邊有人 現在是澳門 推定賭場 不知道四成 不知道多少成 要做一些 筆是賭業的 筆是賭業的 香港都可以對這些娛樂事業 即是餐飲 那些作一些稅務優惠 但因為一小時生活圈 變了很多人去了深圳消費 那這要怎麼辦 你也要跟別人競爭 你不想去偷師 別人搞甚麼 有得學的 別人便學 別人便學 地方多 租金便便宜 賭業 一小時生活圈 現在很快 所以以前 即是香港靠金融 靠專業服務那些做得好 那些人又會賺得錢多些 賺得錢多 他又不會周居勞動 來回過幾兩個小時 去吃一頓飯 他又不去 他就在香港算了 但現在賺錢相對困難了 那你有甚麼想法給政府 有甚麼想法給政府 是呀 你是想法王 我的想法就是政府不要做 讓市場來做 我無謂而治 所以政府能夠做的 其實不多 政府一個就是 就是減少對這些企業的負擔 稅就收少一些 另外限制就少一些 給他們多些空間去發展 不要太多條例 這些是政府可以做的 一個就是公平 你的規制要公平 盡量少管 減少稅費 讓他們自己發展 那需要不需要做些事 鼓勵多些人去做這些事 譬如有人提出海濱長廊 要像威尼斯 例如馬克斯坡 這邊有樂隊 這邊有咖啡店 這邊有餐廳 那不是 人家日來表演 你要給別人方便 原來有幾個部門要去過關 才可以去街表演 人家搞得來 時間都花了 所以我便說要減少管制 那你贊成大市場 小政府 我仍然是 因為新的管理人員的構思 現在就覺得大市場 小政府是不對的 我自己覺得也有它的道理 即是你改革開放之所以這麼成功 都是因為引入了市場機制 以及減少了中央對地方的限制 那鄧小平的成功 我們也不算 好了 我們希望香港夜市皇上來 謝謝 謝謝 請…